华航員工頂著大太陽 在停車場內排篩點 6號才爆出 或員員工確診 傳染給4名家人 8號又篩出1名員工染疫 經過這一次的擴大採檢 我們篩檢出來 CT值是超過了30 代表他感染的時間也許較長 新增的確診員工 為案15269 30多歲男性 和首例案15221 华航員工同處在同一個大辦公室 同一個空間 共用空調和活動區域 卻沒遭匡列隔離 大家都很緊張 這種潛不及有時候看不到 而且它是屬於中央空調 辦公室人走來走去 但第一時間卻只匡列隔離 做確診者附近的15人 其他員工照常上班 陷入在染疫風險 指揮中心卻這麼說 這匡列沒有辦法100% 不過因為他有做篩檢 然後再把中間的一個 連結的可能性找出來 他們兩位確實是在同一層樓 兩個沒有交談過 所以不會跟案例一在一起 阿篩大樓爆出第二例確診 官保人員全部武裝進入消毒 衛生局緊急擴大匡列 增加到50億人 包含職場同事和家人 都要居家隔離 但由於確診者兩次採檢 CT值都大於30 感染期恐怕拖很久 就把病毒來源去向難以追蹤 記者劉智展 彭新美 台灣報導